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最聪明的族群智力保证让你意想不到 在昨天的比赛中 这群聪明的医生们智力全面爆发 让金头脑录影现场 首次出现全队的惊人状况 不仅如此 制作单位跟面临到时尚最难的考验 对或错 好 第四号 对或错 恭喜 未知对或错 恭喜 这样残留下去 有一定的世界会太少 他們的前部可能 一个礼拜两集 今天就入队了 一个要搬十万后残 而今天这群聪明的医生 将彻底展现神人般的智慧 地标是澳洲的土著 在用来打袋鼠 也算是一种 我们现在算是运动项目 像飞盘那个样子 所以我记得溜溜球 好像也是打电的用具 当初有看过他的典故 就是在意大利的男生 然后要出演门 或者是战争的时候 那他太太会 就是要给他带点东西 然后其他女士就是 让他就是不要忘记他 我们今天头脑的所有医生 的确是够硬的 本来昨天应该要淘汰三位 剩27位 但是他们 考不到他 所以昨天只淘汰两位 恭喜今天过关的28位 所有医生 还有一位艺人 27位了 但是因为考不到他们 所以我们的主持人就倒了 好 另外一个主持人 昨天有看到画面 身体不适 我相信他休息一天 明天一定会归队的 我们祝他早日康复了 我们28位 27位医师 加上有一个艺人LONO 我们今天的赛事 跟昨天大致上是相同 规则介绍 答题以插板方式进行 现场一共会进行五道题目 累积答座最多者遭到淘汰 今天将淘汰四位参赛者 若淘汰人数过多 则进行败布复活赛 来 请准备 请出题 请注意以下画面 请问 在刚刚的迷宫中 要到达C 必须从1234拿个点进入 1 1 2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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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這反應很快 我相信經過昨天之後 大家應該很適應 黃毅庭醫生23號 信不在焉 這次跟我們小時候玩得很像嗎 有沒有藏寶圖開始捲捲捲 因為我剛剛還在回想 我到底看到哪裡 然後看下去是錯的 所以你是後來有想到 是正確是3還是說猜的 正確應該是3吧 應該是3 只想到最後一個影像 跑到那邊就沒了 3號圖形是怎麼走的呢 這樣轉過來再下去 所以它最快到達C點 應該是吧 應該是 選3的還蠻多的 選擇4號的是 我只看最後一個圖 一個小圖 好像有一點印象 這裡面好像看你的資歷算是最深的 應該 因為醫生的學長學弟 是非常嚴格的嘛 你應該是大家的學長了吧 應該是 最老 也不能說最老 資歷最高的 是 不像演藝圈沒什麼倫理 還有別的演藝人員嗎 兩個不應該安排在一起 什麼意思 因為你跟他老婆也熟 對 佩蓁 所以你們會常探討答案吧 我們不會探討 我們不會探討 你不相信他還是他不相信 沒有 我如果知道了 我就說 座座很有個性的 我不會參考你 座座呢 他一直碰我 我會說你幹嘛 你幹嘛我看到了 像怕麻 像腳麻一直彈 沒有 所以你是自己猜的 還是參考的 對 這個我是把 因為我也是只有看到兩條 我把二號跟四號刪掉之後 一跟三用採 對 那你除了醫學方面的話 你最強的是 最強的就是看瓜哥的電視節目 唉唷 唉唷 全換多滴的都 你看 佩蓁還是我們 幫他們說美的 對不對 對 是 唉唷 美麗的牙醫 嗨 瓜哥你好 您看牙或看錯牙嗎 當然不會 這非常嚴重 妳現在有點像看錯牙的嗎 我印象好像是二 印象是二 對 剛剛那個三秒鐘內的印象 所以不是很確定 沒辦法很確定 沒辦法確定 這題一 二 三 四都有人選 因為速度很快 正確的解答是 四 四 有 錯很多 學長厲害 你看到沒有 剛剛我已經看這邊只有一個四 所以我對四的答案不是很相信 結果是一 二 三都錯了 這題錯了有23位 不過沒關係 要累積五題分數最低才要下來了 各位看正確的解讀 四號往這邊 往左轉再往下 不是 你看到沒有 會交叉圖在那邊 會有錯誤 四 左轉下來都叫C了 所以感覺會被三號給誤導掉 這樣知道了 因為時間很快 因為我不是辦案的 如果刑事警察局來看 就要開始 對 來 把TUGABAN拿掉 接下來進入第二題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畫面看到的是林布蘭的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 請問 杜爾博士手上拿的工具是 一 棉花前 二 血管前 三 手術拉鉤 四 剪刀 請作答 好 這個學衣的應該有看過這個圖吧 素衣 你都是看素的這個 看素的話是電鋸啦 之類的啦 這個真的是太專業了 也要噴灑一些藥 我覺得這個太為難我了 有誰真正看過這個圖的 請舉手 19號 我一次 你怎麼會接觸這個圖 因為這個在很多醫學歷史上的一些書籍上面 都會有一定有這一個圖 那我猜二的話是因為 我記得他好像是拿一個 不知道是 好像是Pianne還是Kelly的 就是一個比較類似那種的器材 棉花前當然也有可能 就是兩個錢嘛 對 所以我就兩個選 棉花錢或是血管錢 但你選擇血管錢 其他的人因為有的看 根本沒看過 沒看過這個圖的請舉手 表示上面還有看過的 陳博生 29號 哪一顆 我是醫學美容科 醫學美容科 你看過這個圖 我有看過這個圖 在醫學史上很有名 所以你選擇也是二號 對 不過我是用消去法 請說 因為我覺得手術拉勾跟剪刀 應該是製作單位想出來的 然後一跟二選一個 二看起來比較可能 你覺得製作單位必須要拼湊四個答案 所以選出那兩個更好笑的 也就是說有人選三跟四 不是 是這個意思 他答案是這個意思 因為看過這個圖 不一定知道他拿的是什麼工具 可能以前的工具跟現在不大一樣 所以要推理啊 可能過去沒有手術拉勾跟剪刀 那像我 那我也只看過我家有剪刀而已 剪刀我怎麼可能看得到 那NONO你選二是參考 就猜啊 猜 對 我最快的 張智陽 你好 什麼科 瓜哥好 我是牙科 牙科啊 沒看過這個圖 我沒看過這個圖 什麼 不過有印象 其實它是有印象 還是猜 其實我也是用猜的 也是用猜的 也是用猜的 好 瓜哥其實我覺得他的 以他的手勢跟那個歷史上 他拿的應該是持真器 什麼 什麼器 就是Needle Holder 持真器 就是縫合的時候 加那個縫線 所以必須是用血管前 因為二比較像持真器 都是這樣採的 嗯 解釋得很有道理啦 那是不是二呢 請公布正解 相信許多學藝的人 對這幅畫並不陌生 其實這幅畫 在醫學史上相當著名 此畫為荷蘭畫家林霍蘭 在二十六歲時的成名之作 在這幅畫當中 杜爾博士把剪刀 伸進一具屍體的上肢 進行解剖 學生們圍在他身旁 觀看操作示範 所以杜爾博士手上拿的工具 是剪刀 你猜對了嗎 剪刀 前面講的是我看過 這個東西 對啊 所以你看 很簡單 就是剪刀不要想太多 欸 座座你是選二怎麼 我選四啊 你選四 對 我選四 因為 因為這個圖很有名 但那個年代 他還沒有辦法開手術 他應該是解剖 那解剖的話 他不會有流血的可能 所以選二的機率很低 是 對啊 因為他應該是解剖一個屍體 那解剖屍體最常用的 這個是教學圖對不對 對 就解剖最常用的 就是刀跟剪刀 嗯 好 對 待會要先問你 不能等解答再來問你 我 28位當中 剛剛開了兩題 錯了兩題有22位 又像昨天出來一群人 再來敗部復活了 進入第三題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欣賞以下表演 表演題 來 請 注意看喔 題目可能在表演裡面 單字幕提供 順位於 8位於 順位於 順位於 輕鬆位於 What you see the metal What you see the metal It's all over now All over now You think that you don't have to ever quit You think that you can get away with it You think the light won't be ever lit It's almost over now Almost over now Something on your chest Better get it on Tell me no one left When we set it off We ain't gonna take it no more It's almost over now Almost over now 來 鼓勵一下 精采 精采 溜溜球 好 你要出的題目是 來 請出題 溜溜球的英文 悠有一詞 來自菲律賓土話 請問 溜溜球當時的功用為 一 獵人打獵的武器 二 貴族幼童的玩具 三 訓練兒童手腦協調 四 殺人武器 請作答 四 三 好 選擇一 獵人打獵的武器 好 還滿多的 選擇貴族幼童的玩具 賴怡文 十三號 十三號 你用猜的 這貴族兒童 小時候玩這個 對 他們貴族會很疼惜自己小孩 為什麼會拿這個一直打頭呢 練習一定會打到頭吧 這個練習會打到自己 會 會 這樣 你也曾經打過 打過 我打過 練得很辛苦 還有哪裡受傷 胸膛 最容易彈回來要打自己 額頭呢 額頭也會 然後又刮到眼鏡 對 配了第一天就刮到 是 那你是近視 所以一定要戴眼鏡對不對 是 是 這樣聽懂了 小孩子很容易受傷 所以有可能是 貴族幼童的玩具嗎 嗯 好像是應用 好 那28號 我是 用其他方法去看 因為第一個 你要打獵或是要殺人 你一定要去整個把它丟丟 去刺中目標 不可能說到一半 然後又 不到一半又把它收收回來 這樣子殺什麼人 所以 古代只有一種武器 叫血低子才是這一種 是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叫重擊獵物 跟人是不可能 他刪掉這兩個嘛 對不對 所以殺人武器不可能的嘛 那有可能訓練兒童手腦協調呢 就二三中間猜一個 所以你猜二 比較像是婉拒 是這個意思 NONO呢 我 我是猜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訓練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會玩溜溜球 那因為他們現在是 因為要表演 所以花樣 所以才是會整個更像那個 那個什麼 扯鈴一樣可以分開的 不然以前就是線扯鈴進步也很多 對啊 我就說後來溜溜球 就變成可以整個拋出去 然後再結尾 它那個不是綁在線上的 它那一顆可以飛來飛去 對不對 你那一顆是綁在線上 他講得對 有一顆是在空中 可以把它拉回來的 就是綁著的 這一個是綁著 那您說的是 離線的花式 對 更難喔 更難 因為那個線比較細嘛 對不對 有兩種 因為我們以前都喝汽水 它就會送一顆嘛 對 然後要有廣告嘛 在那邊打對不對 就是那種可樂啦 對…打下去 然後你手一 一抽它就彈回來 對 好 美麗的牙醫呢 妳是獵人打獵的武器 妳怎麼會猜這個 因為感覺2跟3差不多 是 然後我覺得4是007吧 沒有 所以我就選2了 還有我們這個 加序是不是 忘記了在哪裡看過 好像知道說那個回力鏢 是澳洲的土著 在用來打袋鼠 或者是一些那個獵物用 還有土人用吹箭的對不對 好 那回力鏢是也算是一種 我們現在算是運動 運動項目 像飛盤那個樣子 所以我記得溜溜球 好像也是打獵的用具 她的解釋我懂啦 就是過去你看 就像飛盤的狗在接人在接嘛 可是過去力量大 可能會殺對方啊 會殺獵物啊 所以你覺得是那研發過來的 所以就是獵人打獵的武器 有可能是這樣 是不是妳猜測是如此 妳知道答案嗎 知道 那妳來公佈症解 好 答案是 究竟溜溜球 在當時的功用是什麼 妳知道嗎 CPR的專業知識 盡量醫生們產生意見分歧 如果醫生都不知道 CPR的話 有兩邊都不一樣啊 不是30比2就15比2 在大醫院上班 妳每三到五年要重新認證 那我之前認證的時候 我印象很成科是15比2 就是他每年在改版 以前的話是叫叫ABC 現在是叫叫洗AB 他把那個順序調 他認為說循環 幫助病人那個血液循環 比給他吹氣重要 所以30下再吹兩下 究竟兩位醫生說的 哪一個才是正確解答 超奇特的職業 讓來賓傷透腦筋啦 妳的工作內容大概是 就是要 為我吃飯 然後幫我看 然後還要給我玩 這是包養嗎 非常非常富便的那個 超奇特的職業 不可能像他這麼可愛純真的 你不想老是想要可愛的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資本電視台 歡迎政府的秀 歡迎說鏡子 妳知道答案嗎 知道 那妳來公布證見 好 答案是 1 獵人打獵的武器 你雖然公布了 但我們正姐真的是一 這是你提供的題目嗎 是 謝謝你 你可以獲得500塊的酬勞 謝謝你 你貴姓啊 郭 郭 幾歲啊 我26吧 26啊 現在念哪一科 現在已經研究所畢業了 我的職業是 就是溜球社團老師 直接當老師 那你主修什麼 休閒 主修休閒啊 就是吃喝玩樂嘛 是 有沒有出國比賽 有 借冠軍 是沒有得到冠軍 但是我去過亞洲大賽 幾個 你這團有幾個人 我們那時候去好像去10個左右 台灣的溜球很有名對不對 算我們在亞洲算是有拿到好成績 有亞洲第三 有兩個亞洲第三 那他們今年在8月的時候會 所以組團又去到美國去參加全國大賽 希望你們能獲得更好的成績 台灣之光 謝謝 要歡迎收看一下 謝謝 這就是表演題了 這一題呢 總共有10個人答錯 這累積3題都答錯的呢 有6個人了 但是我們要問5題了 繼續 第4題請準備 請出題 成人基本救命數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CPR 請問 在考CPR證照時 心臟按壓及吹氣比例的標準答案是 1 5比1 2 15比2 3 30比1 4 30比2 請作答 請作答 提示 如果醫生都不知道CPR的話 你如果問1號 他說我從來不會幫數CPR吧 對不對 數1不可能CPR的 對 可是2號 你怎麼選擇4 30比2 跟大家不一樣 你看 你回頭看 很多都選2 真的耶 欸 兩邊都不一樣啊 看下去只有4跟2 可是4跟2的比例差不多 那這就 不是30比2 就15比2 這個 你選擇的是 30比2 你耳朵都紅了 對 你有考過 有考過 對 我記得30比2耶 對 印象中是這樣 大家都是醫生 為什麼有不同的看法 很奇怪啊 可能是年度不一樣 他每年度會有更新的一個 守則會出來 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不講觀眾會不知道 所以每年會有一個方式改變 對 每年都會有一個新的 這個CPR的一個標準程序 這兩年前改過 那個30比2和15比2 我記得啦 一個是大人 一個是小孩子啦 那那個2012年其實 還是有一些那個 寬鬆的標準 那你們 不一定是要15比2 或是 你們在當醫生過程要考這個嗎 都要考 都要考 都要考過吧 對不對 最基本的嘛 所以你們考的時候是 其實考題是不一樣的囉 這麼說起來我們 那這個題目就有點意見啦 因為只有2跟4嘛 你沒考過我跟人家選什麼 只能猜 這個有二十幾位醫師 幾乎一半一半意見不同 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的解答 請公布正解 4 30比2 好 先不要動 突然不要動 我來聽聽看為什麼 座座 你為什麼選15比2 你那年考是15比2 對 因為他這個是 你在大醫院上班 你每三到五年要重新認證 嗯 那我之前認證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是15比2 對啊 因為很多人那時候認證都15比2 包括呂醫師也是嘛 對不對 對 那你是幾年畢業的 你算是 不是我最後一次考應該是2009 對因為選擇4號的好像 都比較年紀輕對不對 陳之佳你來解釋一下 瓜哥就是他這個 像剛剛我們其他醫師講 就是他每年在改版 那後來就是 其實最早是5比1 後來一直拉長拉長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他大家認為說 循環比呼吸還要重要 所以30下 壓30下再呼吸兩下 那以前的話 叫叫ABC 現在叫叫CAB 他把那個順序調 他認為說循環 幫助病人那個 血液循環比 給他吹起重要 所以30下再吹兩下 所以他呢 這制度上呢 有改變 沒有代表什麼對或錯 但是有時候題目啊 常常出現的 就像現在會推翻過去的理論 是一樣的 在醫學上常常也是 有時候認為這個 不是很好的藥 後來變成很好的藥 有人認為 當時這個水果很好 後來變成不好 也有 對不對 所以這題 雖然你們有的答錯 有的答對 這題觀眾朋友 可以體諒 答案是30比2啦 來 請拿下來圖考版 目前問到第四題 這一題有16個人錯了 有三個人是錯四題 就是四題錯四題 有三個人啦 接下來進入第五題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圖片 請問 請問 他說要用多少燒金錢 NONO 2 3應該多燒吧 2 3應該也都有 2 3應該是拜土仙的吧 對 對不對 所以你選四號 對 霍金是 也是拜神明的 只是說他不是特地拜土地公 是 錢不能燒 燒個神就神的 對 燒個好兄弟 對 燒一個土地公也土地公的 對 你燒錯你真的 對 燒那個土地公也土地公 沒什麼 你介紹提拉米蘇 在義大利文中 代表什麼意思嗎 別忘了我 我是猜的 有個廣告就是有提到這個 我印象中也是英文 當初有看過他的典故 就是 在義大利的男生 然後要出遠門 或者是戰爭的時候 那他太太會就是 要給他帶點東西 然後提拉米蘇就是 讓他就是不要忘記他 正確解答是 我總覺得這個答案 應該沒有人會選吧 你想挑戰最高中心十萬元嗎 金頭腦強力徵求 國小老師 國中自由生 前三志願高中生 如果你是我們要找的人 請來電或傳真給我們 就有機會獲得十萬元喔 週一至週五晚間十點 超市金頭腦 紅茶暗藏咖啡 濃到不可思議 曾經有一次呢 無謂的採訪的關係 然後喝了三種紅茶 三種加起來八月是 一杯咖啡杯 很好啊 乾杯 醒到四點 好 OK 告冷漢 我是不會啦 你這麼著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講過 左腦洞洞 右腦洞洞 收看金頭腦 好禮大方送 請用手機鍵去編寫GOLD 傳送到55123 正確回答金頭腦闖關的挑戰題 就有機會獲得金美的禮物 你是傳說中的金頭腦嗎 趕快拿起手機 我們等你喔 我們等你喔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歡迎土地秀 燒個繩有繩的 對 燒個好兄弟 對 燒一個土地公也土地公的 對 你燒錯你真的 對啊 燒那個天公有天公金 不一樣 對 要不然半夜人家託夢來 你燒不到 你是在燒這個 你是 燒到月曹來了 那個素一 不是常常有人託夢給你嗎 一一素的常常應該敗吧對不對 素神素神的 我在看那個一的那個可能 那個大小 是跟實際的狀況好像是他有一點放大 不過我印象應該是這個啦 住不擇住 因為我們附近就有個土地公都會去 比較不順的時候就會去求一下 有時候就動物一直進來 然後就會一直往生就沒有辦法把牠救活 然後就會祈求土地公說看可不可以讓我們順一點這樣 就把牠盡量能救活率高一點 對 還有一種夢到蛇的時候 也要去土地公燒 有沒有夢過蛇 有 那你知道要去土地公燒錢嗎 知道 可是通常都我前一天做蛇的手術 隔一天就夢到 所以我不知道該不該去辦 還有做蛇的手術 對 我們常常做爬蟲類啊 還有一些特殊 就是寵物蛇 對 牠會有什麼瘴氣嗎還是什麼 蛇一般來講比較常見就是卡蛋 就是要生蛋生不出來 不是牠吃了蛋吞不下去 不是 是要生蛋生不出來 因為牠是寵物 現在都在做繁殖 所以牠在繁殖的時候 有時候會因為環境不對 或者是說因為營養 溫度各種不對 造成牠蛋生不出來難產 對 就一般都是寵物蛇嗎 對 一般是寵物蛇 沒有野生蛇跑到你家裡的吧 野生蛇如果是有毒的 我通常都會叫牠們送去那種收容中心 對 所以也有抓來給你 有啊 有 有選擇1的 也有選擇4的 1跟4比較多 來 請公布 鄭姐 1 賀金 燒錯了吧 好 五題都答錯的有三位 錯四題的有六位 所以我們選擇這三位六位的請下來 我們來做敗部復活 接下來加入這九位參賽者進行敗部復活賽 五題裡面有錯五題有錯四題的累積下來九位 Nono 瓜哥你好 你怎麼兩天都下來了 不是 因為我剛剛那個全部下來 我最有把握了福晉猜錯了 那我應該就沒機會 因為其他四題都是醫學相關的 所以你錯五題 對啊 高端佑 昨天也沒看到你啊 有 不用再巧了 昨天沒下來 昨天沒下來 是 你哪一科 牙科 牙科 同一家診所嗎 不一樣 現在牙醫競爭很激烈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 小孩子看牙 前一陣子有個報導 不是被告 你們會對小朋友用什麼方法去 剛好就是我那一間 你那一間 我是真的問就對了 我那個靈感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我看很多牙醫 他那個 在這個 他自己診所貼得好像兒童樂園一樣 所以小孩子會 沒有 可是小孩子真的會很麻煩 一直哭一直叫 所以你最怕看到小孩子牙對不對 一般的反應都是這樣子 對啊 小孩子比較不容易去控制這樣子 那怎麼辦呢 因為你不可能去麻醉牙嘛 太小 在二龍牙科基本上有 比較專業是使用束褲板 或者是使用 一些專科的療法這樣子 那一般的話實際上都是以安撫為主 跟說明這樣子 現在有九位啦 我們必須要抽籤啦 賽制是過關的先過關 如果前面 你們九位 有五位過關的話 後面 後面四位可能就要淘汰 九位 如果前面淘汰到四五位的話 後面就過關了 這個有點像二十一點 你補或不補而已 就等人家抱 還是等自己補 補到二十一點 所以我先徵求各位 有沒有自告奮勇先不抽籤 是我第一個先來的 各位 有沒有要舉手的 還是讓我的手來決定你們的命運 好 九位醫師一次都希望抽籤 第一位 第一位 Jeremy Jeremy在美國學醫 是醫學院即將畢業的高材生 以交換學生的身分來到台灣的他 也將在今年七月返回美國擔任內科醫師 學精力如此豐富的他 即將接受外部復活的挑戰 他能否順利通過考驗呢 其實我家裡有很多醫生 我祖父就是 他是台大醫學畢業的 然後身邊有很多親戚也是 然後我從小對科學 這個東西很有興趣 拚命學員 最辛苦的事情 應該是要一些安慰病人的 就是在生命當中很困難的情況下 我們要去安慰 所以方法人家也感到 我們就是有 有人在照顧 剛好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度過一些難關 我是Jeremy 希望今天能夠拿到大獎得第一名 然後為我學校爭光 請出題 請問 身分高貴的女婿 被稱為金龜婿 金龜指的是 一 神仙坐騎 二 女子嫁妝 三 官員配飾 四 取長壽之意 請作答 好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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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金龜 它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三 西法新的英文 Champoon 它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鎖定二號泡沫 是很確定的嗎 直覺 三嘛 這個答案的意思 且意思希望他被淘汰 應該選三吧 因為印度化 我覺得他應該沒有看過泡沫 我說 他兩個意思都說是戳洗 而不是泡沫 正確解答是 究竟答案是什麼 竟讓挑戰者如此傻眼 超激爆職業 讓你猜都猜不透 平常的工作是在廟會 生命面前跳舞 今天要介紹的工作 是他曾經做過非常特別的工作 客人類型 我們通常都是家屬性的 我們大概都是 就是在廠商 或者是非常特別愛看辣妹 叫你哭 動型的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女子嫁妝 我先了解一下 你是不是像我們另外一位主持人 Janet的中文好不好 有點不太好 那你懂意思嗎 我大概懂意思 但是就是歷史傳統的一些東西 就不太熟 嗯 嗯 所以你選女子的嫁妝 因為他講女婿 就是應該是結婚的 那我就想 對 就是你有女兒 她的 她的夫婦就是你的女婿 那選到好的 代表這個經歸 他就不能講經歸婿 經歸婿 過去被指做是什麼 一個神仙做起 女子的嫁妝 官員的配事 長壽之一 你選擇是女子的嫁妝 已經鎖定二號答案了 你會後悔沒有舉手嗎 沒有 因為你也不會 對 但是我如果猜 我會猜三 三 官員的配事 因為他可能也會有好幾個女婿 為什麼 只有這個叫進歸婿 那個女婿調到進歸婿 可能她的本身背景就很好 現在說進歸婿是表現有錢 對嘛 不是說 以前就是一定要當官什麼 嫁給當官 所以你解釋是這樣 對 我也是猜的 身分背景要很好 對 他選女子的嫁妝 對或錯 錯 證據解答 就是還有點失望 但是覺得還是蠻好玩的 就是有這個經驗 還蠻好玩的 還蠻好玩的 就可以回台灣 然後跟其他醫生任職 然後探觀一下台灣演藝文化 然後他們這些節目的東西 就蠻好 就是這個經驗很好 敗部復活第一位挑戰者 JEREMY 從國外回談了他 顯然是抽到一個 他叫不擅長的題目 也因為這樣 成為今天的第一位出局者 第二位挑戰者 陳博森 目前任職於醫美診所 據他向製作單位透露 他不僅擅長於醫學類題目 各方面的知識 他也都很有把握 帶著信心前來挑戰的他 能夠順利進體嗎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甜點提拉米蘇 有個浪漫的來由 提拉米蘇在義大利文中 是什麼意思 一 別忘了我 二 將我提起 三 我也愛你 四 請接受我 請作答 四 二 一 別忘了我 這是猜 還是刪去 還是真正了解 我是猜的 是猜的 別忘了我 是 既然你講猜的 我就沒辦法了 是 呂小姐 提拉米蘇 有沒有人要幫我 你已經選好了就鎖定了 我也會猜一 別忘了我 嗯 我不會忘記你 好 我不會忘記你 作為止 這好像最近有一個 有一個廣告 就是有提到這個東西 我印象中也是E沒有錯 別忘了我 對 會不會後悔沒舉手呢 NONO 演藝界最聰明的 是的 提拉米蘇 提拉米蘇 我這樣重複幹什麼 就是那個男生跟女生約會 下次再約會 他就點一個這個蛋糕 別忘了我 有知道答案 兩個都舉手了 胡怡辰 來 他反正答案的首帝也不能改 你告訴大家 就是 意大利文裡面 我愛你叫做Tiamo 所以聽起來就跟這個很像 所以我會選三 欸 提拉米蘇跟提拉米蘇是有差異的 瓜哥他是 陳之嘉有不同答案 嗯 不是 也是E 不過那個 當初有看過他的典故 就是 在意大利的 男生 然後要出遠門 或是戰爭的時候 那他太太會 就是要給他帶點東西 然後提拉米蘇就是 讓他就是不要忘記他 然後將來從遠門搜回來的時候 打身上歸來 對 一個小甜點 當然很意在的 對 提拉米蘇 選擇一號 別忘了我 對或錯 錯 難喔 正確解答是 提拉米蘇 在意大利文裡 是把我提起的意思 男友 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男人被徵召上戰場 女人會做這個甜點 讓他們帶上路 希望男人 吃著甜點的時候 可以想起家鄉和家中的妻子 廣告中帶我走的翻譯 其實是不正確的 西洋國提起 我總覺得這個答案 應該沒有人會選吧 會狂一點 所以啊 聽起來很奇怪 對啊 他已經有提示了 你看有一個提耶 提拉米蘇 這是適合諸葛 前面問你 你就沒有講半天 一直都 提拉米蘇 只能他因為沒有 不會單有 剛剛大家說 選這題就好了 選這題就再見了 就掛了 但是抽籤抽到你了 博森 謝謝你 謝謝陳博森 謝謝 寬鬆一下 謝謝 陳博森醫生被淘汰之後 目前淘汰人數 也累積到兩位 接連兩位參賽者上來 都挑戰失敗 頓時讓錄影線 起門更加凝重 也讓落入敗部復活的醫生們 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究竟接下來的挑戰者們 能否客戶製作單位 帶給他們的難題 順利進擊呢 下一位被抽中的挑戰者 是張家元醫師 目前任職於動物醫院 從小就立志當獸醫的他 有著比別人更細膩的心思 以及更敏銳的觀察力 他能憑著這點 順利敗部復活嗎 請準備 請出題目 究竟他會選到什麼樣的題目呢 卓一鋒歌唱教學 嘶吼方法超爆笑 很快速地講說就是你 上廁所上不出來之後 在那邊用力的那個方式 這樣不會真的出來嗎 對 你轉過來讓我們檢查一下 左腦洞洞 右腦洞洞 收看金頭腦好理大放鬆 即日起用手機簡訊編寫GOLD 傳送到55123 正確回答金頭腦闖關的挑戰題 就有機會獲得精美的禮物 你是傳說中的金頭腦嗎 趕快拿起手機 我們等你喔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歡迎哭著秀 請準備 請出題 急性藍尾炎的病人 需要早期診斷及適當治療 請問 臉型的症狀是先上腹痛 或肚臟周圍疼痛 之後轉移到何處 一 右上腹 二 右下腹 三 左上腹 四 左下腹 請作答 應該是二右下腹 右上腹 右下腹 二 右下腹 他選擇二 請鎖定答案 剛剛我回頭一看 看江冠瑜在那邊 太簡單了是不是 你為什麼有這個動作 你為什麼有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在一屆應該是嘗試 所以你後悔沒舉手 有點 看到沒有 我們節目好玩就是考心理 你到底會自己自告奮勇 也許出來題目就是你 很簡單的 告訴大家正解 因為解剖位置 那個欄尾 那個盲腸那個位置 其實就在人的右下腹 那一開始人的痛覺 因為那個 脹氣神經反射的關係 一開始人會感覺自己 痛在肚臟的周圍 甚至是上腹 他隨著時間慢慢 那個點心症狀就會轉移說 這個解剖 本來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慢慢就會 痛到右下腹去 所以答案右下腹 對 答案是右下腹 對或錯 恭喜 第一位過關的蔡英雄 原本我就兩級都下來 其實有點不抱任何心 可是兩級都不滿 感覺好像十萬塊 有離我近一點點 那我希望自己加油一點 然後拿到十萬塊 而下一位要上場的參賽者 就是在剛才盲腸炎 那道題目中 解釋得非常精緻的江灰宇遺師 他能否碰上擅長的題目 順利過關 我覺得策略就是要 之前就要認真過身 因為感覺題目不是那種說 是用心那種像考託服 或是考國考那種準備 就可以準備得來的啦 就看說有沒有對生活 各個地方都很用心 有沒有什麼地方都要認真去看 然後就稍微去了解一下 那這樣子才是累積實力的方式 我是江灰宇 我一定會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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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題 請問 洗髮精的英文 Shampoo 來自印度語 Champo 意思是 1 頭髮 2 泡沫 3 戳洗 4 按摩 請作答 4 2 一個選擇是 2 泡沫 鎖定2號泡沫 是很確定的嗎 直覺 直覺 因為頭髮 不是叫想痛 所以泡沫會洗出泡泡來 戳洗是一個動作 按摩應該是馬殺機對不對 好的 你會選擇 我 3吧 3 戳洗 你的這個答案的意思 且意思是希望他被淘汰而已 對不對 完全就猜測而已 猜測 張智陽呢 你會選擇 我真的想我應該會選3吧 因為 印度化 覺得他們應該沒有看過泡泡吧 或者說 或者說他們應該 對這種東西不是很 因為從以前嘛 傳統 所以他們可能不能收拾 他兩個意思都說 是戳洗而不是泡沫 有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意義 沒有 他選擇的是2號泡沫 對或錯 錯 正確解答是 4 按摩 是按摩的意思 大家也來這邊上課啊 難得抽空來上課啊 江冠宇 現在有沒有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壓力一直 很緊繃 我看你很緊張的人 如臨大敵 來 謝謝江冠宇 第三位淘汰者 我大概有一個月 都不想用洗髮精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下次有機會再說吧 賽前信心滿滿的江冠宇遺師 在敗部復活中 也不幸落敗 成為今天的第三位淘汰者 緊接著要上來挑戰的是 這次參賽的藝人代表 NONO在演藝圈 以機制反映駐成的他 能在這一次的敗部復活賽中 順利晉級嗎 這一次怎麼會想要來挑戰金銅呢 因為有時候在家裡看這個節目 看了幾機 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不要再讓一般的民眾 說我們藝人沒有讀書 就算沒有讀書 也要有知識 也要嘗試 知道嗎 你一定有什麼策略 哈哈哈哈 古代諸葛孔明說得好 沒有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4 3 鳳梨世佳 4 榴蓮 請作答 4 3 2 3 鳳梨世佳 這一定猜嘛 對不對 這猜 對啊 鳳梨世佳 木瓜不可能 猜啦 因為每種食物都... 可是那四種水果 你覺得哪個比較... 因為如果要以... 如果孕婦是一年世紀都有孕婦嘛 那你一定要找一年世紀比較多的 如果... 對 它如果不是... 不是那個... 因為好像木瓜 好像一年世紀都有對不對 嗯 對啊 但我就... 我想說牛奶藻 那是後來... 後來才有... 品種 的品種 對 對啊 鳳梨世佳 我想說 因為我... 可是我想說世佳可能... 它裡面可能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可以預防 以後來... 後來才發現 榴蓮呢 榴蓮 因為台灣很少有榴蓮 這個跟醫學體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這是... 你們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可能會猜一 一 木瓜 猜一 木瓜 有沒有真正知道的 也都不知道 也都不知道 沒有人... 你看 30個醫生沒有人知道 如果我答錯了 也不... 好 如果還沒公佈它 就覺得它會答錯 鳳梨世佳 對或錯 正確解答是什麼 孕婦多攝取 維生素中的液酸 和預防胎兒腦部 和脊髓激情的狀況發生 根據研究顯示 木瓜是液酸含量最高的水果 榴蓮排名第七 鳳梨世佳排名第八 牛奶棗則排名在第十二 木瓜 應該要拆木瓜 是 木瓜含有液酸最多 謝謝NONO 謝謝 歡迎送NONO 謝謝大家 公道自在人心好不好 今天這麼多的題目 老實說 大家有哪一題 你們是很有把握的 沒有 所以我想要僥倖地坐下來 要靠別人淘汰 自己留下來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金頭腦這個節目 你還是自己本身 要有一點知識嘗試 好不好 所以決定回去 直接去成品買書 回來再收賭 下次再來挑戰 十萬塊 等我